在寒冷地區 很多動物就算有毛皮保暖 仍然不敵嚴冬 在野外行走瞬間遭到冰封 到處可以見到野生動物標本 雖然有網民質疑影片的真實性 認為戶外溫度過低 動物應該會冷到將身體縮起來 試圖保暖才是 而不應該站在這裡被凍死 在哈薩克有兩個居民 上月25日在公路發現一隻靜止的小鹿 小鹿低頭靜靜地站在這裡 原來他的口鼻、眼睛被冰雪覆蓋 幾乎不能移動 也看不到任何東西 兩人決定幫小鹿脫離困境 他們想抓住他 但鹿仔怕得跑開 再一次接近小鹿之後 其中一人將小鹿按住 另一人將他面上的冰雪剝走 在恢復自由之後 這隻鹿仔立即跑回田野